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太痛苦了 我就觉得我现在这个柔弱的脖子撑不起我这个大头 影响了工作生活 心情也很差 千万别担心 这我真是有经验 你可以用通过什么手术 按摩 热疗 电疗都可以 这些方法都很管用 你瞧我现在活动起来 你也是资深病友 对呀 你好 欢迎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真有用 是吧 真的有用 那我去医院 你可以尝试一下 我去看看 好的 是吧 好 哎呀 哎呀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的天哪 都怪你 我跑了三家医院 怎么这么多方法 你给我念念都有啥 小针刀 打封闭药物 按摩 手术 理疗 射瓶 消融 牵引 我天哪 你这比我用的方法还多 我去了三家医院就给了我这么多的方法 那你最后要选哪个 我此刻就想安静地当个颈椎片患者 我不想治疗了 太麻烦了 我估计好多人都会像韩飞一样 走了一圈医院之后发现更懵了 更难以选择了 怎么办 这么多的方法 咱们到底该选择哪一种呢 今天我们请到了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 附属北京宣武医院的吴浩医生 有请吴医生为大家介绍 好 这些我都不要了 听医生讲 拿走 哇 巨人 吴医生好 欢迎您 吴医生好 来 吴医生请您到中间来 您好 您请点净 好多人真的面对这么多的选择 无从下手了 用什么样的治疗方法来治疗我们的颈椎病呢 我在回答这问题之前 我想先说一下 什么是颈椎病 大概很简单就是说 我们每个人都会生老病死 只要你会老 那你的颈椎呢 就会发生一些蜕变 这是个正常规律 不要说一说得颈椎病 五雷轰顶 非常紧张 那么所以颈椎病 它从早期到严重的程度 它有不同的阶段 不同阶段有不同的治疗方法 所以说不是说哪种治疗方法就是绝对的 但是对于你来讲 你是这个阶段你就用这种方法 你到了严重的阶段就用另外一种方法 那今天咱们就分清阶段选对治疗方法 待会请您慢慢介绍 好的 请您乐坐 咱们有这样一个意识 说一旦得了病之后呢 咱们还是愿意先选择保守的治疗方法 别一上来就动静太大了 你说这样合适吗 看不通情况了 那么在早期呢你去说 它如果很轻的话 你可以通过保守治疗 也不是很痛苦 那么花费也很少 你就达到了一个很好的效果 但是你要是说非要手术 第一 手术有风险 你冒着一个大的风险 那么你达到的效果 其实跟理疗的效果 跟保守治疗效果是一样的 万一发生一个并发症 那就非常的不幸了 那我周边也有一个人 就是他大概四十来岁很年轻 是个神经根性的紧队病 那他就是早期 其实保守 我认为保守治疗很好 后来我在看他的片子 那么他做了一个手术 结果很不幸的是 手术发生个并发症 那么一个血肿 后来他就窒息了四十多分钟 现在还是植物状态 所以说 我就说 手术是什么意思呢 手术一定是 当你人体自我调节 连到了极限了 没有办法了 人为的 很粗暴地去干涉它 这才是手术的目的 就是我人为的去帮助你 来达到一个新的平衡 所以手术一定是最后的办法 但是到了一定程度 你该手术 你不去手术 一定会耽误的 但门诊就碰到 这样的病人会很多 其中我印象非常深的 有一个年纪比较大的 但是他在学校 有一个比较重要的职务 他症状很重 所以他来了 非常积极地要求手术 所以手术完了 很快就恢复了 然后很快回到他的生活中 回到他的工作中 那他那个亲戚是晚辈 那比他年轻十来岁 是个男性 那么第一个是女性 那男性 一般男的胆子是小的 男的很小 他去了之后 他就非常怕手术 他一拖再拖 拖了一个月以后 最后觉得终于拖不下去了 那么在手术 他的手术效果 这两个症状非常相似 那他的症状就远远没有 他的这个长辈恢复得好 理论上讲 他年轻 他应该恢复得快 但事实上 他的效果是 就比较糟糕了 所以现在明白 您刚才说的那一点 就到什么阶段 我们就采用什么样的方法 是的 那我们先看看 在一开始的时候 颈椎不舒服 最主要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来看这第一题 我们看以下哪一种情况 是颈椎病的初期表现 是脖子经常发酸发胀 还是胳膊抬不起来 还是后背会疼呢 请大家做出判断 颈椎颈椎 就是脖子这个附近吧 应该是就僵僵的 硬硬的 好像是活动起来 没有那么灵活了 我理解是应该是这样的 那我们来看看 大家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初期的时候 会到胳膊抬不起来吗 咱们得对证了 如果您经常感觉到是 脖子发酸发胀 这个是早期时候的表现 为什么早期的时候 会发酸发胀呢 其实初期表现 早期就是脖子的酸胀 不适 困 很多老门就觉得 我这个就是 皱巴巴的 很皱 很僵硬 这是在蜕变的 很早期的变化 事实上呢 表现出来的症状 主要是肌肉 所以我们管这一型 叫颈椎颈椎病 主要表现就是一个 肌肉的不适 那吴主任 其实我们一说到颈椎 可能理解就是 骨头的问题 那您刚才又提到了肌肉 那这个颈椎病和肌肉 也有这么密切的关系吗 很多人一说颈椎是 骨头的问题 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概念 就像这个模型一样 我们看到这最里面是 骨头 韧带和脊椎的神经 这是后脑勺 大家能理解吗 我脖子要活动 要旋转 这些动作都靠什么 靠肌肉来完成 那么肌肉呢 还有分很多的肌肉群 那么有的会让你低头 有的会让你仰头 有让你旋转 就像这个模型一样 这很简单的 我就说前驱肌肉和后驱肌肉 这肌肉是起了个外固定的作用 帐篷也一样 你帐篷需要四个 四个拉杆给它固定住 它才能让它稳定住 但是我们早期很多人 现在生活习惯是 经常低头什么 看手机 看电脑 那么你后面这个肌肉经常拉 被拉撑了 对 它会削弱 那么在早期它会对抗 它会变成什么 筋卵 筋卵之后你就会酸胀 就像那些松紧带 拉得时间长了 没弹性了 回不去了 大家要仔细注意 我现在再回复一下 你看这个挂上 是什么一个结构 它有力量 大家看到了没有 脊柱有个曲度的 然后你看看 它是一个正常姿势 那如果你要是 老低头 老低头 这个肌肉功能 越来越糟糕 那你看到 回不来了 是这个姿势了 这组肌肉的力量就下降了 早期它会表现痙攣 到后期它就开始怎么样 它的力量就开始下降 功能就下降了 那就现实生活当中 有的人就没法养头了 是的 特别疼 不能动了 是的 是的 就是我们老低头 就是这样的结果了 如果我们仅仅就是感觉到 脖子有点酸啊 胀啊 抬头的时候有点费劲 这个时候什么样的办法 就可以缓解呢 自己的自主活动 不需要可能任何人治疗 自主的活动一下 就会有帮助 一定会有帮助 那能不能这样 辛苦您到台前来 当您感觉到 颈椎不舒服的时候 发酸了 发胀了 都会做哪些动作来缓解 我因为经常低头做数 我是用显现做数 那我经常这样低着头 大家一定注意 把每组肌群的力量 充分花费就好了 所以你要经常做什么 低头这样 我们经常低 要仰头 要旋转 两边旋转 那么在低头的时候这样旋 就画着圈旋 对 那么仰头也可以旋 慢慢的 那么这个力量要适度 要缓慢一些 那么还有一个动作很有效 耸肩膀 耸肩膀 绕肩 对 你这种耸肩膀的技次 其实把上 我的肩膀的这个肌肉 都带动了 这个地方的肌肉 通常也是僵僵的 一定是紧入神经根的 就是对的 所以说 这也是受紧张影响的 也是受紧张影响 如果你要是会游泳 游泳 游泳是最好 因为游泳在水里面 你是一仰一抬 所以你自然的 而且全身力量都在动 脊柱又是飘在水里 是无负荷的 所以游泳我是非常推荐的 那么如果老年人说 我不会游泳 那么除了活动操 还有一个办法 放风筝 放风筝 经常抬着头放风筝 这都是有效的 缓解的办法 那待会咱们慢慢介绍 其他的办法 好 前不久我们同事 就经常说脖子疼 然后就去拍了一个片子 他就说 他拍完之后 那个片子呢 明显地看到 他的那根 就是脖子的 这个地方的颈椎 都已经从弯的 变成直的了 这个是不是说明 他的颈椎病 更严重了呀 就是说我在门诊 看到越来越多的病人 年轻化 那么还有就是 我现在说 就是很多的中学生 那么在体检的时候 会发现他的颈椎 是变齿的 为什么会变齿 第一个低头经常学习 服按办公 还有就是最糟糕 就是我们现在 天天在那看手机 看微信 在车上 在任何时候 那么经常经常低头 就像我前面说的 肌肉的力量呀 就发生变化了 你的肌肉群就不协调了 两组肌肉力量 对抗不协调了 那么本来呢 你的曲头应该是正常 我们应该是这样 障碍S型的 你在肌肉不经常锻炼 慢慢慢慢变直了 再往后呢 会障碍了 那么你这样的情况下 对脊椎会更会有危害 那我们看 如果要是颈椎都变直了 会给我们的生活 包括我们的身体 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听听何博士的介绍 好的 小季 那如果这个颈椎的曲度变直 确实会对我们 带来非常大的影响 特别是在一些 极端的情况下 还有可能引起一些危险 这里有一段动画 我们来看一看 那么这里显示的是 我们一个颈椎的图像 那么正常情况下 颈椎的突度 是向前的 那如果开车的时候 遇到一些突发的情况 比如说踩一个急刹车 这个时候呢 我们人的这个脖子 会出现一个这样的甩动 什么意思呢 当我们的胸椎 胸部往前的时候 因为它被安全带限制了 这个时候 我们的脖子和脑袋 就像甩鞭子一样 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啊 它的颈椎 以及到我们的枕部 都会受到一个 非常大的冲击 像这种 情况造成的损伤呢 我们给它一个名字 叫做甩边样的损伤 那么知道了这个 甩边样的损伤之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看 我们的颈椎在这个时候 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那么在我的手里啊 有一个弯的竹竿 我们把它来代表 我们平常颈椎 正常的情况 突向前的 那么如果遇到突发的情况 那比如说一个急刹车 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脑袋在上面 它要往前甩 由于这个颈椎啊 本身突度是向前 所以呢 它就对这个甩边样损伤 起到了一个限制的作用 也就是说 这个运动啊 就有一个缓冲 可以把这个力量 给它卸掉啊 大家想想 是不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可是啊 如果我们的颈椎变直了 我这里拿一个直的柱子 给大家看一看 那么当它再受到一个 向前的冲击力的时候 这个惯性的作用下 它就会 完全地断掉 所以啊 直的颈椎 它缓冲 这种突然而来的 冲击力的力量 就会下降 除此之外 那么这种变直的颈椎 还可能带来一些其他的病变 那比如说 我这里呢 给大家做了一个颈椎的模型 我们可以知道啊 我们的这个整个的颈椎啊 也是有很多的小椎体 主要是七个小椎体 构成的从上到下 那么这个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些小椎体之间 有这个红色的椎间盘 把它们间隔起来 另外呢 在这个椎体与椎体之间 还有一些接触的小关节 在这里 这是很多的小关节 当我们的这个颈椎啊 发生变化的时候 我这里呢 还用来一个 可以这个弯管 给大家来看一看 我们用它来代表 我们的颈椎 非常的形象 正常情况下 我们的突度是向前的 那么我们的这个颈椎 椎体之间的韧带 还有椎间盘 也在它们自己 该在的位置上 那么当我们的颈椎 变直的时候 首先第一 我们的关节的相对位置 会发生变化 其次呢 它的椎间盘 以及周围的韧带 也会发生改变 在这种情况下 变直的颈椎啊 它的退行的速度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它发生老化 磨损的这样的一个速度 就要比正常 突度的颈椎要快 因为啊 它在不该发生接触的位置 发生了接触 不该牵拉的韧带 被牵拉了 本来应该承担力量的肌肉 没有承担 所以呢 它发生蜕变的速度 就会比正常人快 所以啊 我们就要重视 这个椎体变直的这件事情 要及早地请医生 来进行诊断和治疗 以及预防 它们进一步的 退行性改变 小鸡 好的 谢谢何嘉博士 所以这样听下来 韩非你觉得 如果脖子都变直了 这会儿该怎么办呀 那必须手术啊 那必须的呀 身边正有这样的 同行啊 你知道咱每次说要开机前 怎么着 来 挺胸 收腹 收下巴 然后我说 你脖子好直 他说脖子直是病 会引起瘫痪的 医生说的 好像应该手术了 所以到了这种阶段了 是不是就必须得手术了呀 颈椎变直 如果需要手术的话 我相信我们这些外科医生 会累死 因为颈椎变直的病人太多了 现在很多的年轻人会变直 那么这种情况下通过很多的理疗 还有他自身的一些锻炼 很多的曲都能回去的 变直他很多人都是脖子不舒服 没有产生真正的症状 就是说我们不能光通过片子来决定 一个病人是不是手术 一定要看到症状 还有我们的查体 结合在一起 到一定的程度了才需要手术 那所以就是这个阶段 咱们通过运动也好啊 或者一些理疗的方法也好 也是能够得到缓解的 大部分都能得到缓解的 姐 你们有发现就是社会上 现在有很多个就是里面那种香疗啊 各种叫按摩的地方 然后环境特别的好 但我不知道好坏啊 然后什么从泰国学回来的 什么按摩呀什么的 有用吗这样的地方 我在门诊碰到的 按摩不好的人居多 按摩好的人不会来找我 我是做手术的 所以肯定是按摩加重的 所以我会对按摩产生一个负面影响 那么如果我和专业的做推拿按摩的人交流的时候 我会发觉很多 我认为可能这个人得需要手术 或者我认为按摩很有可能加重 但是他通过按摩理疗的方法 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经过交流我才发觉 有很多的病人通过理疗 能得到一个比较好的预后 我建议到相应的 专科的或者说正规的医院 去来接受一个初步的意见 如果我认为理疗可以 那你就去理疗 还是得到正规的地方 尤其刚才也提到了 到妆科或者是正规的医院的按摩科 去进行这样的按摩才是有效的 那今天我们也请到了 来自于北京中医药大学 东志明医院按摩推拿科的 刘彦刚医生 欢迎刘医生来上台 跟我们演示一下 在家里应该怎么样来做小礼 我们再请上一位病人 如果要是我们再给病人 进行按摩的时候 是得先看看他的片子 还是说根本就不需要看了 您直接上手就能够感觉到 刚才吴主任说了 在正规的医院里边 去看医生的时候 不管是中医西医 都有一个固定的疗程 比如说第一个 我们会问诊 你有哪些症状 您今天来是有什么不舒服 问诊清楚以后 我们把颈椎病 分成大概的哪一型 然后我们就要望着 我们去望一望看一看 说你怀疑是颈形颈椎病了 那我们可以看 那来 您站起来一下 让我们从水平外看 那如果他两侧的肌肉 僵硬的程度不一样了 肌肉力量不一样的时候 你看他这个肩 和这个肩的高度是不一样的 还真是啊 这边的肩低 这边的肩高 好 稍微低下头 稍微低下头 正中线 正中线往上穿 应当能穿上去 来 进步 应当也是在这中线 那你看他头 这头 对 你看脖子 那个中线是歪的 两边的夹角是不一样的 跟它中线是歪的 好明显 来 请坐 那第二个 我们聊处准 来 主持人 您可以拿手试一下 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 两个手放在地方 一个手放在这个地方 来 我帮您拿着 一个手放在这个地方 您稍微转一下 您会觉得里边是不一样的 好多的调缺 这边是柔软的 对 这边有嘎嘎嘎嘎嘎的东西 你看 你看 阿姨好像表情很痛苦 怎么了 阿姨 我轻一点 就是感觉像有一块橡皮泥 在手里边一样 如果现在已经确定好了 可能就是在早期或者是中期 比较适合用按摩的办法 来缓解的话 您教我们几招 有没有几个特别的点 对 一定要找 那首先我们要找它哪儿 肌肉最紧张最僵硬的地方 刚才你在查的过程中 发现这地方最僵 那我们可以以这一点 作为穴位去治疗 是吧 所谓的哪儿疼在哪儿治 我们用阿氏穴 这是一个常用的穴位 这个比较容易找握 咱们在家也能够找得到 第二个像斜方机老损的时候 尤其斜方机上速老损的时候 我们经常在肩颈穴 会出现压痛 疼痛 僵硬 您给我们指一下 肩颈穴应该怎么样来找 现在这个大屏幕上的图示 更清楚一些 大家也可以试试找一找 这是两个肩颈穴的位置 那我们找的时候 就是低头 颈部会有一个最高的凸体 在颈心段 有一个最高的凸体 大骨头 我们管它叫大椎或者龙椎 把这做一个基点 然后连我们肩膀的肩峰 最外端 肩峰 在这两点之间做一条连线 这条连线的正中间处 就是我们所谓的肩颈穴 很好找 很好找 那找到这点以后 我们还有不同的方法 那比如说我们可以用滚法 我拿一擀面杖 这样滚是吗 或者这样的 比如说圆的 完全可以 舒服吗 舒服 很多人在家里 我用个瓶子 用个按摩 擀面罐去擀 有没有一个效果 有 但它永远代替不了手法 那这个手法太专业了 你这都干了半辈子了 我们这还拿不上来 这劲 所以你说的太对了 我好爱听这句话 人家在公围网 推拿不是有劲儿就可以干 推拿一定要经过 专业的训练才可以 看似说 可以一个很简单的动作 拿那里边很多的 重要的操作技巧 按好了可以治病 按不好也可以治病 那就是导致的治 一个是治疗的治 千万要注意 那除此之外呢 还有哪些点 我们可以有加几血 在颈部 在动脉经的两侧 我们可以找到 就是正中间 加几血 正中间 这后正中线的旁边 旁开0.5寸 也就是我们急凸的旁边 还可以找到 很多明显的压痛点 0.5寸 其实就大概这么 一纸的距离 如果把你的纸背 变成是急凸的话 那我就在你的手的 变两颗的边缘 那这就是加几 现在我摸到这个地方 你看一摸它 知道它说了 特别疼 酸酸的 里边还有嘎嘎嘎嘎的声音 这两条都要按 对 那你看它这个 感觉其实就不一样 这儿就有个筋结 那我们就以这个 加几血为主去治疗 那我现在给它做的 所谓的就是谈波法 对 还有两个血为 这个好熟悉的 风池血 对 有些人挤压诊后的 神经的时候 头疼的比较厉害 我们可以揉一揉 后边的风池血 风池怎么找具体的位置呢 就是我们耳头 耳头的后方 有个比较大的凸起 我们管它叫乳突 乳突的后下方 这有个凹陷 都能摸到 都能摸到 我们自己摸都能摸到 这个凹陷就是 我们要找的风池血 比较好找 两侧都有 都有 我们可以用些 如法 按法 都可以 好 非常感谢刘主任 谢谢 待会我们再请你上来 谢谢 您看刚才咱们提到 要是脖子发酸 发胀 皱 凉 甚至包括这个骨头 颈椎都有一点变直了 都是可以暂时采用 保守的办法来治疗的 那我们看除此之外 还有什么样的情况出现 您也可以采取 保守治疗的办法呢 来看下一题 我们选择一下 哪一种症状的颈椎病啊 也是可以用保守治疗的 是胳膊无力 手麻 胳膊麻 还是转头的时候会头晕 请大家做出判断 我觉得手麻胳膊疼 这个不是咱们经常有吗 对手麻 然后但是它不是说 24小时完全麻 它可能是过一会儿 就不麻了 我捏一捏 这不是就好了吗 所以我觉得应该就是 手麻胳膊疼的时候 可以采取保守治疗 那好 咱们看看大家的判断是什么 哪一种颈椎病呢 是会砖头的时候头晕 还是胳膊无力呢 这是我们观众们 选择比较多的两个选项 那我们得建议您 那我们得建议您 如果您现在手麻 胳膊麻 也别着急手术 也是可以采用保守治疗的办法的 手麻胳膊痛啊 或者放电压痛 一般从症状来讲 我们归属于神经根性颈椎病 神经根性颈椎病 是大概我们在门诊 碰到的最多件的一类颈椎病 大概能高达60%到70% 所以这个症状比较常见 我们不太明白什么叫 神经根性颈椎病 我们可以通过一段动画 让大家来了解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是脊髓 那这两个就是神经根 那么这是肩盘 现在肩盘开始突出了 很多情况下 肩盘是往一侧突出 你看它正好压到神经根上 这就叫神经根性颈椎病 那这个神经又分布到 上肢胳膊 手 所以会产生相应的症状 所以会出现麻木或者是疼痛 这叫神经根性颈椎病 明白了 就等同于就拿我这个马尾 做比方的话 就等同于有一个压力 直接压到根这个地方了 所以下面的这些头发支配的地方 就全都会受到影响 就会产生相应的症状 就大家把这个头发想成 颈椎的神经就可以了 就这块受压 接下来所有的地方 都有可能会受影响 是的 我就在想 刚刚看完这个图之后 我觉得压迫到神经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 是的 怎么会保守治疗还有效果 你不能把那个 腰椎肩盘突出 给它弄回去吧 是的 颈椎 所以说人体是很奇妙的 那么神经根性的颈椎病 当然也有是需要 一定是需要手术了 但早期的情况下 因为理疗它有好处在哪 比如说我举个简单例子 牵引 因为我们蜕变的过程中 这个肩盘 这种肩盘 往往高度会丢失的 一丢失呢 它是个三维结构 它就会变成什么样 它就会塌陷 那么这个神经根 是从侧房出来的 这就形成神经根孔 神经根孔就会卡压 如果你做牵引 这么一拉 它的高度是会恢复了 所以神经根呢 就会减一些压 它的肩盘会缓解 比如说这个就想象成 是那个颈椎的话 有一个外力就变成这样了 是的 它一定会就撑高了 然后里边的神经呢 就没有那么压迫了 就不像它这么上下压它了 那么这是牵引的一个原理 那当然还有推拿正骨等等原理 那么因为很重要一点 就是我们肩盘啊 早期压到神经根的时候 神经根会水肿 所以甚至一些药物治疗 让神经根的这个脱水之后 症状也会缓解 那么还有一点是 肩盘它突出本身 它是个软性的 这是一个红色的是肩盘 红色的是肩盘 这个黄色呢 是脊髓和神经根 那好 我的突出 一压 跑出来了 看 高度 肩盘不结实了 蜕变了 你受外伤也好 还是一些力量也好 那么一压 这就突出来了 如果它是往中间突呢 就压到脊髓了 现在是往侧方突 就压到神经根了 那么你做牵引的时候 它就会回去一点 本身这个神经根呢 这个肩盘它是软性的 它在一段时间里 你经过保守也好 推拿也好 甚至你静养一段时间也好 它会慢慢慢慢 自己回去一些 往回缩回去 会回去一些 对神经根的刺激会减少 所以在这个阶段 减轻压力 是的 我们人体本身在自我调节 那么再加上你经过一些理疗 那么就会让这个神经根型的症状缓解 再重的话 我们可以做封闭 打封闭 就是说你痛的实在是受不了了 影响到晚上都睡不了觉了 影响到休息了 好 那我们这个是这样突出 把这个手这么拿 突出 那我这根针呢 就打一些菊麻药和一些长效的激素 那我可以就寸着这儿 就扎到这儿 要扎坡吗 不会的 我们是在X线下透视下 或者是在超身诱导下 那么在监测情况下 就很准确地打到这个位置 叫精准医疗嘛 就打到这个位置 然后我释放一些药物 这个药物有干什么作用呢 能让这个肩盘神经根呢 去水肿 能让它延续一些物质呢 得到抑制 它也能很有效地缓解症状 我曾经有一个朋友 那他正好 是的 他正好是要去美国出差 那他的工作很重要 他已经是痛到 就是晚上睡不着觉 靠止痛药物都不好了 那么我们就给他做了一个封闭 那么到现在一年以后 他依然一点症状都没有发生 这个神经根型呢 有时候理疗或者封闭效果 是非常非常好的 这已经说了两种了 咱们把这个相关的一些 保守治疗的方式 适合在这个阶段的 跟大家来明确一下 那么前也说了 那么打分闭也说了 按摩和理疗 那大哥也说了 那么还有一种叫射频消容了 射频消容呢 就更彻底一些 那好 这个肩盘突出来了 突出来了 它用一个 也是一个射频消容针 扎到这个肩盘里面 它是产热的 产热之后就让它软缩了 让这个 前面您说 我说我打这个封闭 只是打一些药物 我没有让它变小 我等它自己变小 我给它一个时间 让它自己变小 那么好 自己变小速度太慢了 或者半天也不变小 那我就用射频的方法 扎到这里面 它一热您啊 它自动会变小 变小之后 变小之后 yes 说抽吧 就是它就会软缩 软缩 它那么自然就对 神经根的挤压 就变小了 那么这个射频消容 你看看我们俩 把这么多的一些 保守治疗的方法 对 都贴上了 射频消容 这个感觉有点疼 给你剩下的这个 我可以接受 打通病也很疼 按摩也会疼 所以神经根型颈椎病 这么多治疗方法 那这个病人来的时候 我说你是神经根型的 我一看片子也是压热 我说你上来手术 但是你从来没有做过理疗 只是一般来讲 我们是建议你 先接受正规的理疗 和其他方法 如果无效 或者症状持续加重 我们才会谈到 最终的手术 有很多人说过 胳膊痛 做做热敷 其实按摩也会 让它血液增加 那么这一大类 是老百姓最常采用的 首先想的是吃药 然后我说我揉一揉 贴贴膏药 再往后可能 医院里面 有一些短波治疗 然后再往后才是到了 还不好 封闭 射瓶 就是到了手麻胳膊麻 这个阶段 咱没有这么多的办法 都是可以帮助到 这些患有颈椎病的朋友们的 那我发现在这么多的方法当中 也就只有按摩 我们自己是能够在家里边 通过比如说学习 来掌握的 其他这些办法 一定要到专业的医院 那里面去 是的 尤其是封闭和射瓶 做起来一定还是要慎重一些 要到正规的专科的医院去 那咱们接下来继续和刘主任学一学 我们自己在家里 怎么通过按摩的手法 来缓解这个时候的胳膊麻 手麻 来 邀请刘主任 我们再邀请一位患者到台上来 大家再看一眼 他的肩也是这边高这边低 我们说看着头墙这边歪 可能是不同的情况 第一个 这边的肌肉紧 我可以往这边歪 对着的肌肉松 也可以往这边歪 我们一般还是要先找 压痛敏感点 就这边的位置 它四五突出 还是五六突出 还是六七突出 它一定有个明确的压痛点 我们要在这个点上去操作 我注意到您主要 就是用大拇指 再来回这样 我现在做的主要是柔反 放松两侧的肌肉 如果神经有放射 如果是小指的麻木疼痛 我们就用这边的穴位 我可以揉极拳 极拳是在 极拳穴 叶下 为什么要揉叶下 这儿有神经 必从神经 然后这边有小海 少海 我们说曲肘 就看到这一个骨头尖 这一个骨头尖 两个骨头尖之间就有一个穴位 我们在这儿就可以找得到 这块有个小坑 对 还有一个穴位是 这个是什么穴 在这个曲肘 肘红纹尽端 和我们这个肘尖之间 再做一条连线 那它的中心点又是一个穴位 那我们一个叫小海 一个叫少海 是不同的经络上的 那我们坐的时候 就在这儿 两个穴位上放个两个手指 我可以在这儿用揉法 用拨法 都可以 哪个地方会产生麻痛 就是一按那个 这两个穴位 就一直麻到小手指的尖 对 大家看看有没有按对 如果按对的话 整个的这个无明指和小指 都会有麻的感觉 那再搅一遍 就碰到麻尖一样 虚肘 如果它不但脖的疼 肩膀麻 并且向小手指放射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揉这两个穴位 第二个手法呢 我们就要采取斑 要斑法 这个我们在家客不敢做 在家的是绝对不可能操作 不可以操作 在非医疗场所 你最好也不要接受这种治疗 第一个 一定要定位的 我知道该斑哪一截 把手放在这个 第二个 一定有一个小小的牵引力 往里脱 追尖机才会扩大 这时随和还不会 接着往里脱出 第三个 有一合理的旋转 你看已经想了 看起来您真的轻描淡写 也就好轻松 实际这是几十年的功底 不是这样 不能这样的 我就比回去 你不要害怕 哗哗哗 咔一下 那不是 那是武侠片 这杀人的 所以你看 就是韩非之前不是提到 外面有一些暗门的场所 就随便乱搬 是不是好多 就是搬坏了 才去找你手指 这个绝对的是医疗措作 非常感谢刘主任 谢谢你给我们的介绍 谢谢 你说要都能保守治疗 该做好 是 但是我有这样一个问题 吴主任 你说这个保守治疗 要保多长时间算合适呢 您刚才说有两个病人 就因为拖了一个月 就结果恢复起来 就完全不一样 保守治疗三个月 三个月如果 根本未见好转 还在严重地影响到 他的工作生活 那肯定该手术 那还有一个就是 没到三个月呢 他不断地进行性加重 先开始麻痛 到后来就进行性地 开始甚至出现无力了 或者这种疼痛 越来越厉害了 本来是晚上能睡着觉 后来晚上睡不着觉 到后来吃了止疼药 还不见好转 那这个也应该早期找医生看 是否该进行手术 一定要有片子 比如说这个病人是脊髓型 也可能合并神经根型 这叫混合型 如果这样的病人 你给他按神经根型 一旦的 一再再 一而再再二三的保守治疗 那可能就会耽误的 那这样讲起来的话 就是一个要结合症状 第二个要看片子 第三要根据医生的判断 来决定 那其实看得出来 影像学检查 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那我们看看 做什么样的检查 就能够帮助我们 明确我们的脖子 到底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 该进行怎么样的治疗呢 来看下面这个问题 判断颈椎病是否需要手术 应该做哪一项检查呢 是做CT 核磁 还是X光片呢 请大家做出判断 要我说 你要是颈椎啊 弄不好 真要瘫啊 所以我觉得 选那最贵的核磁 看得也最清晰 然后这个层面也越多 分得越多 看得越清晰 3D的是吧 对 所以我选做核磁 那我们看看大家是否了解 这样的一些检查 到底哪一个是最为准确的呢 绝大多数观众选择 拍X光片 或者是做一个CT就可以了 那这是不是能够决定 我们是否需要做手术呢 我果然是有经验吧 资深并影 有经验 因为核磁给我们的 信息量是最大的 当然我觉得这个选择 符合了更多人 去医院的一个流程 因为X线是初晒 现在这三张片子 我们能看到 这是一个人的 那一会儿呢 我可以看这个X线片呢 第一个我能看到 它的曲度 是好的还是坏的 第二有没有不稳 如果不稳做按摩 是非常可怕的 不稳一定是需要手术的 为什么 我说核磁很重要呢 因为核磁出的 研究进展是最多的 那我们看到 这张核磁片子 首先呢 这是椎体 这是脑部组织 这是小脑 这是脊髓 沿水交界区 到脊髓一个一个传下来 那我们看到 这发亮的是什么信号呢 这是水的信号 我们管它叫脑脊液的信号 我们可以看到 二 三 四 四 五 这就有压了 对吧 五 六也有点压 就会有一个小窝 是吗 对 不是 它那儿没水了 是吗 没水了 是的 是的 说得太专业了 那这个前方的脑脊液 信号消失了 第一个曲度 第二个受压的情况 第三个尖盘的信号 中板的信号 尖盘个高度 那么最重要的 我可以做界面诊断 比如说 椎管内有肿瘤 也可以导致一些症状 很像颈椎病 比如说随内的肿瘤 比如说血管畸形 等等等等 你通过X线和CT 是很难鉴别的 和此我就至少排除了 一些其他问题 你到底是不是解救病 还是其他的问题